二节王宫过火是年度的宗教盛事 而二节王宫文化节12月11号到18号 将展开一系列的庆祝活动 为了邀请全国的民众一同来参与盛会 五节乡长沈德茂今天带领了 年轿班跟幼儿园小朋友 一起来模拟王宫过火时的场景 展现五行文化资产的魅力 二节王宫文化节12月11号到18号展开 为了庆祝王宫生 五节乡历幼儿园勤练年轿舞 还有大二节文化基金会的文武神将 今天都先到王宫庙来展演暖身 好 接下来换我们LENGEO的小朋友们 谢谢 12月11号开幕当天有安排搓汤圆 传统艺政展演及福宴 12月17号进行祝寿典礼 最后重头戏 在12月18号登场 经向王宫请示 今年过火使用一万两千公斤的炭火 仪式结束后也能来取参静医保平安 在这边来取参静医保平安 在这边来取参静医保平安 香港宣传我们的公邀的联冬机 跳过会多长 我们今年所有输用的会讨 经过香港宣传后 港湾有十万两千公斤的会讨 所以说欢迎故意替一支 来看到我们今天一度 专台湾最大的会讨过会以外 也欢迎故意在过会以后 可以共同来取参静医保平安 专台 比方向自己身体好 比方向自己的 我们的政医 跟我们的衣服 在我们的会堆来跟他拿下 宣传公廟 总是 我们未来五间非常特殊的一间文化 廟物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仰 跟文化重心 这些要感谢所有党宣传 国家公所 和国家代表会 对我们自己的香港 的经养和帮忙 跳这个会 全台湾全台湾也是三国 目前唯一只有香港妙子 法律已经都没有了 大家都是跳金会 所以我们的会会 跳这个会会的时候 我们大家要把这个会堂 冰冰的时候拿一刀队去 我们都知道 拓会拓会 就是让你来 用这个做你的旗幕 做你的会堡 让你来 带来更加平安更快乐 二姐王公过火仪式 一百年登陆为无形文化资产 一百零二年登陆为宗教白景之一 雅当吉跳贵会 已经是全台湾最壮观盛大的庙会文化活动 宜兰新闻记者黄珠翰采访报导 影片呢 你 明明 我们